這個題目怎麼寫 好 首先這個題目的條件是 Z1 給你 2 加 AI Z2 等於 2B 加上 2 減 BI 然後 AB 實數 那麼他告訴你說 Z1 等於更化 2 倍的 Z2 絕對詞啦 然後他們相處的譜講的是 4 分之拍 好 自訂怎麼寫 怎麼下筆寫第一 感覺東西給我好像蠻多的條件對不對 好 第一個我們先看一下 請問你這個給多少這個 Z2 分之 Z1 等於多少 這絕對詞 你覺得這個部分 你覺得他有沒有等於 Z2 分之 Z1 在絕對詞 有吧 這個應該有吧 先相處到絕對詞 跟先絕對詞相處 是一樣的 好 然後這邊不是告訴你嗎 Z1 不是給那個 更號 2 倍的 Z2 所以他給改成 Z2 分之 更號 2 倍的 Z1 Z2 對不對 然後兩個 Z2 Z2 可以給他消掉 所以相當於更號 2 對吧 好 那 既然是更號 2 的話 然後他又告訴你說 他的那個什麼 補角是 四分之 pi 所以我可以知道 這個 arc的那個什麼東西啊 Z2 分之 Z1 其實就等於 四分之 pi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什麼東西啊 發現什麼 你看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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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麼東西啊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誰 你知道嗎 就是 Z2除以 Z1相處之後 就是這兩個複數相處之後有沒有 的 R 對不對 因為你相處之後 在取決詞 不相當喜歡他們的長度嗎 那就是他的那個R嘛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知道這個東西了 我可以 你看到 我已經知道那個 他的那個什麼 半徑 他的R 我也知道他的那個分角 所以換句話說 我可以知道說 Z2-Z1 可以寫什麼樣子的那個極視 是不是可以寫成 更號 2 然後呢 cos 4分之π 加 i sin 4分之π 對不對 因為我已經知道他的那個 長度了嘛 我也知道他的那個角度了 對不對 啊 實際上怎麼辦 帶進去就好了 對不對 根號 2 乘以 cos4分之π 等於2分之根號 2吧 然後這個呢 加上 i sin 這樣算是多少 i乘上也是一樣 2分之根號 2 好 乘進去 好變成 就變成了 1 加 i 對不對 好那既然我已經知道 他等於1加i的話 那不就 好辦事了嗎 為什麼等於好辦事了呢 你覺得為什麼 你覺得為什麼 下一步怎麼寫下一步 你覺得 下一步怎麼算 因為題目要來找ab嘛對不對 想什麼錢哪會找到 你看這裡嗎 我問你個問題喔 這邊告訴你說 我先取絕對值 呃 我們這樣講好了 好不好看這邊 看這邊 這邊我覺得 這邊比較好玩 這邊告訴你說 Z1的絕對值 會等於根號 2 乘上 絕對值2 你可以把根號 以前看你取絕對值吧 然後你把想像是Z3 好了 那 這邊告訴你說 Z1會等於他們兩個 先取絕對線上乘 那你覺得 Z1會不會等於Z3乘以Z2 就是先相乘再寫絕對值 會吧 我跟你講 那Z1是多少 Z1 不是這裡 2加I嗎 所以我可以知道說 Z1 可以等於 這個根號2 可以改成什麼形啊 根號2 可以要講的是1加I 因為1加I的那個長度 就是根號2 所以這個 那個什麼形啊 這裡也是這個Z3有沒有 可以來想成就是什麼 1加I 然後根號 那個Z2的這邊 就是 2B加上 2-BI 看懂嗎 然後Z1呢 可以改成誰 Z1可以改成2加AI 會啦 你可以這樣想 因為這樣想的話 比較好算 聽懂我的意思嗎 要我講一件 我說Z1原本不是 Z1的絕對值不是等於Z3乘以Z2嗎 然後我說 因為這個可以改成 Z3乘以Z2再舉舉例子 所以換句話說 我可以製造說 Z1就等於 Z3乘以Z2嗎 就像這樣子 比這邊一樣 就是 我給你的那個負數 我可以直接幾乘就好了 那我就把舉舉例子就可以了 好 所以呢 乘開吧 來 2加AI 另外這個1-A 1加I 乘進去 乘以變成兩次就可以了 所以得到結果呢 變什麼 其實變成了 2B 加上2-BI 然後把I乘進去 變成加2BI 減掉2-B 然後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變成什麼結果 變成了2加 對不起 2加AI 等於 2B跟這個都是正的 所以變成了 B-2 OK 然後呢 這兩個就是I 合併 所以變成 B加2 I 好 然後我們對一下 就是 時數跟時數相等 好 時數跟時數相等 然後呢 虛數跟虛數相等 不好意思 Sorry 好 所以你看到這邊有沒有 告訴你是 2等於B-2 所以我知道了 B就等於4 十部跟十部相等 然後虛部的A呢 會等於這個B加2 對不對 但因為你知道B等於4了嘛 所以答案就出完 答案就變成 4加2等於6 所以答案 A等於6 B等於4 所以答案就 64 OK 好 這個也把他寫上去